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为何又突然想起你 在这空空房间里 思念太异性 在我们曾经的梦里 来不及说我爱你 绝不得不分你 心痛到无法呼吸 指引你 因为你我可以 不顾一切 向你飞奔而去 相识不易 相爱不易 你为何要逃避 多希望就这样 紧抱着你 让你听到我一颗心 只为你跳不停 你是否会珍惜 因为你我可以 奔不顾身 哪怕流言蜚语 相识不易 相爱不易 我们身不由己 若回忆已没有意义 该如何把你去铭记 只是可惜这样失去你 只是可惜这样失去你 你听说 听说不是你想这样子 你跟未明就是一秋之鹤 区别就是你比他还要能装 我没有啊 你什么没有啊 你 别扎 别扎 千万别扎 上来是美好的一天 你要相信我 你是有浪漫的一面的 能力不 能力不 你等会儿 下来是美好的一天 你目的是 他最后 让你这一道 你要解决 我也做不到完全相信她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她是被冤枉的 我再以她为题她就太可怜了 你真的 真的比以前成熟太多了 这不由你的前人之见吗 婚姻 斗争 逃色事件 好像是必然的事 说实话 我觉得她就是窝囊 你说人家遇到这种事情 没理还缴三分的 她倒好一声不吭 还不让我出头 就算没有半点用 至少证明自己的鲜明立场 这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吧 说白了 我就是 活腹骂机 乱打鼓 想想这些招 都不得其法 只会自取其法 我跟老朱 是好不起来了 搞个情调 玩个浪漫 最后都得选择 老天爷都看我们不顺眼 你是真想跟她结婚啊 这状态也不像了 你老光贵你懂什么呀 我告诉你 老朱吧 以前跟个爹似的 什么事情都纵容我 可关键他不是爹呀 他不应该理所应当 所以我总是把他当成恩公 深怕亏他欠他 自打有一次 他跟我耍了混蛋以后 他可能是找着快感了 有事没事他就跟你斗气 可是最后呢 我这心里头 反倒越来越踏实了 我还是光着吧 两个女人太费心思 太累 可我这心里头 又有点犯触啊 你说他这状态 是吧 都不怜惜我了 是不是有我没我 都无所谓了 所以你非要拽着小话 陪你求婚 老朱多多少少 他是在乎的 我想让他心里也落踏实吗 锁哥面前别装 你真的这一年就这么肃着 跟他没干点什么 老朱在上 我敢吗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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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小薇 别解释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就放我鸽子 就算咱俩没奸情 仗义这两个字 你也应该讲吧 小薇 我只是觉得 这应该是你跟老朱两个人的事 合着你是故意的是吧 我又没有让你去绑架他了 你们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不需要拿我去证明一下 甭跟我说这个 我告诉你 恋我一人我就是心虚 非得拽着你壮胆 放鸽子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你得赔 开始喽 昨天你不是有事吗 今天总应该有空了吧 我告诉你 现在你就别废话 走 咱赶紧安排一下找老朱去 走 喂 你别闹了 你已经不是小孩了 我是真的陪不了你 接下来几天我会特别忙 我已经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得办 小薇 顾小薇 来 你别任性了行不行 行了 你别做出一副过意不去的样子 从来都是这样 我跟沈宇之间 你从来都是选他 我早就习惯了 你说句话不慎了 我ипoper 我何必计较这个 时过境迁了 你也早就不是唯一 我应该很淡定 表现的特别淡定 是 其实 我知道了 是我不对 你飞起来了 我就该落地了 就是这样 你出现的时候飞沙走石 可到现在 连半个惊悚剧情都没有 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就是这样 就一瞬间一刹那 我忽然就明白了 其实 你早就不在我的世界里了 是 别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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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换你都弄了 我为了你 就跟后面领导般了 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你 你还处处针对我 都不都可跟我发脾气 我可不可怜的 我就是好心美好不好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昨天是我为你父亲 搞坏了气氛 我向你陪你造成啊 我 我就是好心美好不好 我做什么都不是为了你啊 我通反对票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 企业转型有风险嘛 我就是怕赔嘛 我是把你当成 跟我是一根神上的马蚱 所以才怕赔的嘛 你怎么又落上了呢 事儿是面子 态度是理的 我伤心的是 无论啥事我都为了你 可是还不乱好 当你讨厌呢 是啊 事儿是我态度有问题 我错了 错就改还是好同事嘛 对吗 我都听你了 都听你了 任何事情 绝不给你对着看 好不好 好 这事不理由这转型方案 要不一拍死了 哎 那一线公事啊 少得咱俩费口舌了 重大决策 就这么造出来了 留 喝酒去 来 哎呀小语 你这 接完孩子六公园 吃完晚饭再回家啊 不是那个 行行 出去吧 不不不 谁又不给你吵啊 我没有告诉你 女人都这样 外头没地儿发泄 回家就得发疯 别以为惹了是非 回家就能躲清净 这家不是你的乌龟壳 怎么说呢 过分了 我过分 谁惹的呀 你但凡能有点出息 我知你这么歇斯底里吗 够了 这个事你别掺和了啊 我自有妙计 明明消极还自称太极 你就能那一张嘴 有什么作用啊 我就问你 有什么作用啊 我是不是不让你轻衣猫头 你起什么作用了 我请问你 现在全世界的人 都在看你笑伙看我难受 你知道吗 你难受什么呀 我怎么不难受啊 你要为我难受 你就不会躲在家里 当缩头乌龟 我告诉你 人家华伟林都坐不住了 要了大小童的电话 想帮个忙 你还在家里 开水浇花装淡定呢 不是这里边又干华伟林什么事啊 他能帮什么忙啊 我没指望人家帮什么忙 人家看我辛苦 看我无助 人家都着急上火 你这做丈夫的反倒无动于衷 更可笑的是 这本来就是你惹的祸 于是你就加码了是吧 用你前夫拿来寒碜我了是吧 你们可真行 真行 你以为扯了一个会说蜜糖化的就能疗伤啊 你是沈老师派来的 看来 你还记得我这位立志哥 咱俩合过瘾 也算是有点晕远 我就不跟你斗圈子了 大小童 你开个架吧 要不这样 雇主给你的条件 我翻倍 我们不要求你烦咬雇主 只要你声称自己跟魏院长 没有发生过任何超越师生关系的行为 我说过我是瞒不住 真相如何无所谓 只要你开口 这条件优厚到什么程度 你心里很清楚 而且我希望你听我在中间人人俱全 不管你最后得到什么 戴得一点情妇的帽子 你都会很难受到 唾沫无止境 因死过院长之后 就得轮到你 对 姑娘 作为过来人我想说 婚姻并没有那么坚强 但也没有那么脆弱 不经历混蛋怎么进正来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可以随随便便当上帮忙的 我有事跟你商量 什么叫不是时候 我被威胁了知道吗 好 欢迎光 您好 先生 请问需要什么 给我来背红场 等等送东西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 你怎么就沉不住气啊 我当然沉不住气了 要查出来我是诬陷 我怎么办 我看你是想给我加价了 怎么 对方刚刚承诺翻倍 你掉头就来讹我 就不是钱的事 顾院长同情我家境不好 给我颁奖学金 助学金 还资助我钱租房子 可我却反过投影这期来诬陷他 我良心上过不去了 你知道吗 沈老师拍美人我知道 立志哥 他前夫 都逼他到什么份上了 要找前夫出头 你现在跟我说良心上过不去 我给你妈买房子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这个 我可就花了一百二十万了 你们娘俩从住了八年的阁楼 搬到两居室 你回过头来跟我说良心上过不去 我告诉你戴晓彤 我可以活路走 我也有能力毁了你 可是我怕容不怕 只包不住火 只要你咬紧了不松口就可以 开工没有回头见 事到如今也容不得你心虚 你那也别怕 我给你治个照 这沈宇不是要派人来给你出嫁吗 你呢 九九月他再谈一次 就把谈划内容给录下来 到时候收买证人这个行为 不就证明了北明有问题吗 怎么样 简单吧 对不起 这招被我先用了 看清楚了 录音笔 要搞阴谋 至少得找个封闭的空间 你这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沈宇 你出来一趟 有好戏看 派卫明的那个人揪出来了 那他现在心情当然好了 这整个事弄得跟个谍战剧一样 特别紧张 那是啊 眉头也开了 腰板也挺直了 你说之前被冤枉心情能好吗 哥你真让你能高兴啊 我跟顾晓威不一样 他好斗是因为他心虚 我好斗是因为我意志兼命 提出赔偿啊 但是我没要 你说这种钱能要吗 要了之后兴致不就变了吗 我就是想这名为名是个好人 其他事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等会儿 叶霞 那个我一会儿再给你打啊 我跟一个人说两句话 拜拜 你们之间 都平衡好了 对吗 最后我是替罪 养我背着黑锅滚蛋 你们大事话聊 你什么意思啊 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案 就是开除我 方校长亲自跟我说的 亲自说的 都重视我呀 这么处理有点缺德吧 他是不是说谎了 是不是诬陷你了 不应该这么处分吗 可他毕竟受的是宁伟民的指使 更该处分的人是谁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 真相盖了 脏水全往一个女孩子身上泼 卫明 校方有什么难处 我想你是清楚的 这件事 这件事现在已经满争风雨了 如果要是没个说法 是说不过去的 可是一桩权力争斗的丑闻 要是公之一众 文艺学院的脸往哪儿搁 师大的脸又往哪儿搁 可他毕竟是个女孩子 他不是无辜的 诬陷你的事实行为是存在的 你现在不要再脸 跟他往一块贴了 朱学金是不是你给他批的 蒋学金是不是你给他批的 又花钱给他租房子 这些都是遭别人说怪话 遭别人猜测的 你知道吗 可是我为什么骗过他 你知道吗 这个女孩子从小父母离异 家庭生活很困难 她现在对社会已经产生偏见了 我之所以去帮她 我是想让她感受一点温暖 感受到这个社会绝不是灰色的 可是你在行为上 顾头不顾定呢 进来 沈老师 你怎么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在门口偷听了两句 我们家卫民顾头不顾定 回家我批评她 我现在只想搞懂一件事 处理方案的制定过程中 叶卫民有没有参加意见 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需要当事人提供一些信息的 该被处理的人 参与处理方案的制定 笑话吧 沈老师 你听我说 方校长 这事就算不了了之我也没意见 但校方的这种处理方式我不接受 既然要开除戴小偷 那好 校方是不是应该对聂伟明有动作 谁啊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体谅一下方校长 那谁体谅我 这本来就是一个权力争斗的丑事 现在校方弄得跟帮正房打小三似的 欺负谁呢 不 沈老师你别急 别急行吗 现在这个处理的方案 这个意见还没有最后成文 有什么意见我妈可以商榷吗 对不起 我已经被惹急了 本来他为清白我求明白仅此而已 现在领导层回避问题核心 只拿弱势人物开刀 这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改变主意了 这事没完 女人都是为了斗气在斗争 不讲原则 缺乏理性 所以我跟朱铁丝这样是不对的 必须改 我就奇怪了 小薇 怎么在我这儿你什么都明白 一回到朱铁丝那儿你爱翻杠了 不会了 以后绝对不会了 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跟你表决心的 我要向太太的角色转变 要贤良淑德 什么大名听听你再说一遍 贤良淑德 不是 你笑什么呀 这是不是对你有点难呢 爸 你怎么这样啊 我的小薇长大了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捡猪铁丝对她的评价吗 我说 画外灵可能会点燃你 但绝做不到像朱铁丝那样 能让你润无细无声地感受温暖 散发温暖 经过时间 现在给了你一个很好的证明 对吗 是 怎么耍狠 都不敢离开她 哎呀 我认了认了认了 我认了还不行吗 我不 这不是 公司在审慎地否决了企业转型的方案之后 迅速做出了决策 成功地拍下了北极区的地块 按目前的规划 楼面价为九千亿百元每平米 从理论上说 价格是高了点 所以从营销策略上 我们需要更加的 老胡啊 这里也没有外人 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嘛 好吧 由于二线和三线城市的房价依然坚挺 省政府应国务院要求 将会出台一些更为严厉的调整政策 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 凡是楼面市价超过7000元每平方米的项目 必死无疑 我承认我当时是有点激动 但是这黑锅要多让戴小铜杯的话 我就过不去了 未明什么态度呢 他也觉得不公平啊 但是有一堆人的面子要过节 他要纠结 霍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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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完什么要干吗呀 你用完他的吗 还用吗 不用了吧 我讲规矩你当代你优先 可是你也得讲道德 事平了就别再霸着他 什么路子 你就说你完事没有吗 我完事了 快带我私奔 顾晓卫 顾晓卫 你别那么神道 你还真杀腿就跑呀 三个亿呢 从速不算就是三个亿 我害老猪赔了大钱 不跑我找死啊 老猪不会那么神话 那我就生不如死了 都到这份上了 他还一如既往 我要做牛做马几辈子 才能缓清这情分呢 钱债伤情 勤债治残呢 你别慌别慌 咱们找老猪好好的谈一谈 我谈个屁呀 我敢面对他吗 华卫林 你要是够仗义的话 就找个店给个安神 你要是够慈悲 就干脆跟我一起往命天涯 给你做牛做马 我负担还轻易去 这马跟哪儿啊 你未婚我未嫁 咱俩感情还有底 能错过过 考虑考虑 哎呀赶紧的 先跑了再说 你闭嘴话 你快点 哎呀 哎呀 怎么着 想跑啊 跑路还要收衣服 太不专业了吧 并不是心存故隐 才是单身公害 这句话 语君字 当初你俩也反对公司转型 凭什么练我一人啊 可我们没有对老猪采取强制手段 你做了呀 谁知道你们撂爪就去拍地啊 你 房企不拍地 你让他拍怪啊 我 你 经算数字出来 比估计多出六千万 罪魁祸少你 还敢扯上大汗 采用非理性的 绑架情感式的干扰决策 错误更不够大 更可恨的是不担错了 还不知悔改 还要绑架华伟林给你私针 性质 够不够严重 那怎么办呀 就算我们放过你 董事会也不会放过你了 等死我了 老朱 谁 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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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要告诉我 那一把二十万个房款 是不是聂伟明从他本人的账户上 赚给你的 你想干嘛呀 你不觉着我在帮你吗 别逗了 你们只是在相互斗争而已 拜托你可怜可怜我 在背着黑骨滚蛋之后 我就只剩下这个了 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劝你一句 女人在年轻的时候 可以流氓混蛋耍三青 只要你够漂亮 身材够好 也许还能成为一种个性 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但是 在大是大非上 你不能犯任何错误 你但凡犯了一点错误 你这辈子都看不到阳光 你不可以选择错明白吗 您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从小到大您受过苦吗 你知道挤在一个满是杂物 冬冷下热的阁楼里 是什么滋味吗 阳光 七八九月阳光弄得满屋子搜我 我烦恨来不及呢 你觉得我是来求你的人吗 其实我这次来 根本就对你没有抱任何的希望 只是心疼没老实 真的 百屋一用是个文人 还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教育家 是敏感泛滥 用福的心 吃别的鸣活该 您就这么评价自己的丈夫吗 不是吗 他还一直在他的美梦里呢 他觉得你会以一个优异的成绩毕业 会努力地工作 为了你的父母你可以很努力 你有吗 你比他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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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速度比他快 底线一抛就可以换钱了 你干嘛呀 还想泼我是吧 你再泼我一个试试 你再泼我一个试试 有校长 行 马上就到了 我觉着你对自己还是有期待的 好 想想吧 经过校方的研究决定 对处理方案做出了这样的调整 戴晓彤的开除处理 改为留校查看 现在不是安抚我的问题了 是兴致神机了 那一把二十万购房款 要查不清来路就豁不了悉泥 他不是拿纪委威胁我们吗 好啊 那这事就纪委见呗 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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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咱们先别赌气一下不行啊 你这样 你这么跟你说 好好好 那我这么跟你说啊 这可是破格提拔副条兽的名额 咱们全市范围内 省属高等元校一共事无所 那破格提拔副条兽的名额只有两个 不是因为我现在占利益我们就不要去争取啊 条件是你提的是吗 我一直认为啊我觉得你比我更有发展 你觉得你拿人格换来的条件我能接受吗 这话怎么说什么叫拿人格 我说了很多次了 你也未明示经济问题 我不是在打私家 我是在为革命队伍清早诸仇 请你端着你的世界观行吗 这不是 哎呀 何必吧 事情都大了 你这这么着对谁都没好处啊 是不是 就是 你都不知道对方的背景 就这么不依不饶的 到时候你就吃亏的是自己 对啊 沈宇 咱们 咱们得这么看啊 你 我 咱们都是师大人 你总得有点大局观察 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你非要往大了闹 你说对艺术学院 对整个师大 百年师大 这个声誉都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吧 对对对 这个魏明啊 也官复原职了 搞鬼的聂尾民呢 也发了 这同情那个女学生的处分呢 也减轻了 从面子上 咱们不输 对呀 还能破格升副教授 这多合适啊 合着我这扑着一圈 就为了占便宜去了 明明是个逞了扬善的事 怎么弄得我跟坏人一样呢 从今无到现在 你们有谁骂过 批评过坏人一句没有 都把毛头指向我这是为什么呀 你们有没有立场啊 我们不是怕你遭恨吗 就是嘛 坏人不遭恨 我遭恨 都什么逻辑呀你们 还光荣年代过来的呢 遇到坏人坏事 省了便宜就让人走啊 是不是还得穿着便宜偷着乐呀 陈宇 就你们这些觉悟啊 还怎么让这下一代健康成长 调整方案出来了 坚持绿色住宅 三一六铁定得赔出去 企业理念必须坚持就已 三一六为底线吧 董事会已经要求追责了 那我就来单责吧 是这样 老朱啊 对不起啊 我们出卖你 你是总裁 是最高执行人 我们只好把所有责任 都推你身上 我们是个人 我感觉到一座 人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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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 真的没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董事会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你说那天我们真要是跑成了 你会怎么办 我会陪你奔上一段时间 然后等这阵子过去了 才把你送回去 这话也太伤自尊了吧 我相信老朱 你等过我的 我当初的心情跟你一样 你飞起来 我就落地了 谢谢你 可以跟我说实话 是啊 仔细想想 也就由你才能点燃一下 很快自己就熄灭了 现在你倒更像是个娘家人 闲了去看看 有难才去依靠 谢谢你 这么多年都没嫌我 嫌我和沈宇凡人 你怎么会先脱步 来呀 你们凭什么 你怎么要啊 凭什么把责任都推到老朱身上 小薇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听个屁啊 平时你亲我亲 说话比唱得还好听 关键时刻就出卖战友保自己平安 废话 你还想跑呢 我那是一时错乱 跟你们卖与求荣不是一性质 顾小薇不要乱说啊 你当我不明白呢 老朱背黑锅你们金蝉脱鞘 老朱单则退了位 新任总裁就得从你们两个当中二选一 里外不知亏你们算法早就打好了 顾小薇 我问你 老朱是最高权责人 他不担责谁担责 祸是我闯的 我担全责 你算个屁 你们 怎么着 你有几毛钱股份 你要担这责任他也得有资格 你们两个太不分 你们几个人 这怎么还动上手了 你们几个人 怎么还动手了 你们几个人 你们几个人 闹什么闹 你们难看啊 不是 他们两个 闭嘴 你给我走 老朱啊 哪有 我 我 心上的人儿 不知在谁身旁 有朵花儿 总在心中绽放 那么甜蜜 还带着感伤 梦中的人儿 是否插去泪光 青春的激情 融化所有悲伤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换绑 爱过就不能忘 思念卡在心上 日智天下 你别成了心愿 有朵花儿 总在心中绽放 那么甜蜜 青春的激情 融化所有悲伤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换绑 爱过就不能忘 思念卡在心上 日智天长 你别成了信仰 爱过就不能忘 爱过就不能忘 思念卡在心上 思念卡在心上 日智天长 你别成了信仰 日智天长 你别成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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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成了信仰